今天就想說一下如何在Mac機上做Screen Recording 兼且錄上電腦的聲音 我相信大家都懂得如何在Mac機上做Screen Recording 很簡單的就是啟動台 之後我們就去其他 之後我們就去螢幕截圖 其實這個位置就有Screen Recording的東西 但由於我現在做Screen Recording 所以就沒有了那個選項 但在這裏是可以做Screen Recording的 但問題就是在這裏做Screen Recording 就只是錄到Screen 錄不到電腦發出的聲音 即是在電腦上播片的話是錄不到的 所以怎樣可以做到 錄到電腦的聲音 又錄到我這個Screen Recording 我現在說的東西 即是兩樣東西都錄到 那要怎樣做呢 那我們就要下載一個插件 插件叫做Soundflower 我們先關掉這個 我們在Google搜尋 然後選擇Github的版本 那我們就去Github 之後你錄到中間 就會看到Soundflower.dmg 所以就按照正常 我們安裝Mac機 或機器的情緒 就安裝這個 可能中間要過一些安全性的 就是那些噹噹噹噹噹的東西 那你過了它 成功安裝了Soundflower 成功安裝了Soundflower 之後 我們就在Spotlight那裡 就是Command Space 然後選擇MIDI 之後就會出了一個音訊MIDI設定 那我們就開啟它 之後你就加兩樣東西 首先我們就 加了這個 這個加號 這裡有一個製作聚集裝置 和製作多重輸出裝置 我們要兩個都做 首先講一講做集裝置 我們做了這個集裝置之後 就麻煩你跟這個設定 做一個設定 包括事物園 我們就用內置Microphone 然後子裝置就選擇Soundflower 然後就把內置Microphone 和Soundflower 2CH 兩個都要剪掉 之後我們就去多重輸出裝置 然後多重輸出裝置 就選擇主裝置 是內置輸出 然後這兩個就使用 OK 搞定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錄影 螢幕截圖 然後我們在選項 這裡我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稍後給大家看 選項會多了一個聚集裝置的選項 那你就在Microphone 選擇聚集裝置 你選擇了這個選項 之後 電腦可以在做Screen Recording 的時候 記錄到Microphone的聲音 就是我現在說的 也可以錄到電腦播出來的聲音 OK 我希望這樣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覺得沒用的話 就給我一個Dislike 告訴我 怎麼可以改進 好嗎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我們下次見